今天我们聊一下英国留学生如何拿到英国的绿卡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时间很长很难拿 有一些人觉得不难 就是就说一下我们的经验给你听 也是律师口中的经验 就是各案各方面的东西 我也看过很多我的朋友 这样拿就变成英籍入籍这样的 所以留学生方面的 这一期我们会做两期 一期是说留学生的 下一期也是说留学生如何找工作 比较容易的留在英国 或者EU的海外华人怎么移民在英国 好像现在这期我们就讲留学生 这十年当中怎么容易拿到英国的俗称ILR 就是PR 其实很简单 从你读E-level的时候 你就有个签证给你的嘛 你就一直延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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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到十年 他当中你不能离开禁 当次离开禁就是180天 就是每一年不能离开180天 其实很少人离开180天的 如果在留学生的话 都是离开最多一个月 或者给你两个月就很要回来了 还有十年内不能离开 这539天没有人离开那么久 如果离开超过那么久的话 那就不算了 那就可能那某一年不算 你就要补回来了 比如我有一年是离开了 比如离开了超过180天的 这一年就不算了 就要等到下一年了 有一些人的话呢 也可以继续这样延迁 读大学读研究生 这样一直读博士 这样出来 这十年你就可以去申请了嘛 有一些呢 还有一个小tips的话呢 这种学校 小学就是这个小tips的话呢 就是你叫做延迁学校 俗称延迁学校 学校就是学习成绩不是那么好的 又想拿到应急的 就是这种就靠这种去找一下中介 帮你延迁这种学校 英国很多的 这个 见仁见智了 这个要求就是十年内 达到他们的要求之后呢 考一个LABDUK LABDUK呢 就是每25道题 就是电脑考的 这其实很简单的 就买本书回来背一背 我都能考过 你们肯定能考的过 对不对 再加上 还有一个叫做雅思成绩 雅思成绩要达到超过五分 五分以上吧 之后呢 就要不你就考B1 B1就是英语能力考试 这个考试 我觉得B1B2吧 我觉得不太难的 因为就是十分钟的英语 口语聊天 他问你 你就回答 聊一聊你的经历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这几样 我觉得没太大的难处 因为对于留学生来讲考这个 但是考雅思肯定好了 你有雅思成绩都是两年的 他们的B1也是两年 B2也是两年 雅思也是两年 但是呢 LABDUK呢 是无期限的 一考完了 就一辈子的了 好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的移民 下一集呢 会聊一下那些容易移民的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在什么职业啊 什么容易啊 我看到很多朋友 自己都是这样的 好 下集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